大家好,我是风格爱花卉 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样让三角梅的花芽快速分化 也就是怎样让三角梅快速长出花苞 当三角梅从小苗长成大苗 具备了开花的条件 给它催花时 首先要保证充足的光照 每天的直射光最好不要低于八个小时 然后剪去过长的枝条 剪去交叉枝,重叠枝 再进行控水 控水的方法是停止给它浇水 等它的叶片打粘了,发软了 再给它浇水 浇水的水量是平时的三分之一 保证它不会被干死 也就是每天,最少有半天时间 它的叶片是要保证发软的 就这样重复连续20天左右的时间 这就是所谓的控水的方法 但是在控水之前 为了让三角梅储存更多的养分 让它的根系更加的发达 我们可以沿着盆土的边缘 给它施入氮磷夹比较均衡的复合肥 和微生物均剂各两克 这样做,三角梅就有足够的抵抗力 来度过控水期了 从而达到让三角梅快速形成 花芽分化的目的 在控水完成之后 我们要及时地给它的盆土 浇灌千分之二的磷酸二氢钾 同时也要给它的叶面喷湿 在叶面喷湿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 叶子的正反两面都要喷到 我们可以仔细地观察一下 叶子的背面脉络更加发达 也就是说,背面毛细孔更多 吸收能力更强 磷酸二氢钾的喷湿 每周一次即可 然后每隔十天 继续给它的盆土 施入复合肥和微生物均剂 经过这一系列的措施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大量的花苞涌现出来了 在控水期间 尽量不要让三角梅淋雨 否则将前功尽弃 这个时间段的浇水 需要做到渐干渐湿 不能过于干旱 也不能浇水过多 过勤 否则容易引起花苞掉落 当三角梅大量出现花苞之后 严禁使用氮肥 这也容易引起花苞掉落 枝叶土长 像我这样做 三角梅就能开花成球 只见花不见叶了 好了 有关于三角梅控水醋花的方法 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觉得有用的话 欢迎大家给我点赞评论加关注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